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站在你的身旁 看穿时间说的谎 拆掉阻挡在思维里的墙 就像我们的心灵一样 需要直到保持清爽 拥挤的街巷 时光匆忙 影子摇晃 路灯未亮 故事才刚刚开始 我们的小日子还长 想一起牵手去远方 有能量当然战马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邀您观看小日子 这是一个快节奏的时代 从北京飞到拉萨 只需要四个小时 高铁时速达到了350公里 人们似乎适应了这种节奏 一切都很着急 急着超越 急着到达 急着相爱 急着再见 生活在大都市里 每天从早到晚 疲于奔命 处理着分支派来的邮件 随时回着微信 打着电话 应付着那些 无羞耻的离婚 没有空档 没有间隙 人生好像只有一个案件 快进 我们疲惫又忙碌 焦虑又幸福 我们没有时间思考 没有时间记住 我们的生活 变成了一点五倍速 一点五倍速的生活 很快 很华丽 也让我们疲于应付 无法安静 我们需要慢下来吗 唐先生 您要来画廊啊 正午午休我不在 要不您稍微晚点过来 我一会儿就回去 好 喂 江总 这不午休吗 那不休吗 在外面办点事 啊 你说 你说 餵 提前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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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在見客戶呢 一個重要的客戶 我靜拍過來啊 我靜拍過來啊 你夢煽的 哎 你夢有 山上 愛你 好风光 高亮白地 初次見面我是不是太不客氣了 你還可以再不客氣一點 风吹那个草点 青山那个 大栗 枚笙 的 还买吗 还买吗 喂 姜总 我知道 我马上回来 唐先生 我现磨的咖啡 来 你快尝尝 谢谢 不客气 这顾莫丽也真是的 唐先生您这么大客户来了 怎么能让您等着呢 唐先生 不好意思啊 我接到您的电话 立马就赶回来了 我今天有点赶时间 赶紧办吧 好 我马上去准备 唐先生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顾莫丽卖给您的这幅画 物质有点高 作者陈其荣 去年的画比现在的市场低 百分之三十二左右 除了炒作 什么能长这么快呀 您懂的 不是开会吗 怎么会议室没人呢 姜总有事先走了 说回头单独找您聊 好 莫子 常温厚入拿铁啊 谢谢猪总 来口你的冰碎 谢谢猪总 小白海盐耶耶知识 少冰三分堂 猪总 我们来吧 靳曹总你也太稀奇了吧 我们每个人的口味 你都记得分毫不差 真真是传说中的三十七度男人 什么三十七度男人 就是永远航温 永远情绪稳定 懂得照顾所有人 又不会过度的热情和油腻 还会记得练一般的每个纪念日 还有同事和奶茶的口味 乔家风和康云两位画家 都是我代理经纪的 我追踪他们好几年了 我跟你保证 他们的话 三到五年之内 一定会有可观的生殖空间 尤其是康云的那幅律望 构思 风格 色彩 那都是非常地土度 离开 唐先生 不好意思啊 让您久等了 没关系 痴上不要太难看 唐先生 这是您的合同 是标准模板 您看一下 没问题就可以签字了 好的 女士 您找谁 顾莫莉 莫莉 可可奶奶 你怎么来了 我找你有事 你先去外面等我一会儿 我再签一个很重要的合同啊 再重要的合同 也没有我找你这个事重要 走 不是 是 乖乖奶奶 你干什么呀 不 顾小姐 我真的很忙 要不然 你先处理好你的家事 咱们赶日再签 赶日再签吧 不是 唐先生 您稍微等我一下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来 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 你看看 这么厚意他的酒店外表 你想不想解释一下 这是我的隐私 你干吗犯我东西啊 我犯你东西 我不给你洗衣服 我能发现这些吗 你跟谁开房去了 你怎么说话呢 我怎么说话 你是我儿子的媳妇 我孙女的妈 你背着我儿子 你跟别人去开房 你跟别人去开房 你解释解释什么意思 那您听清楚了 跟我开房的人 就是你的宝贝儿子 朱镜草 我的合法老公 满意了吧 可能吗 有家 你们还跑酒店去开房 一次还八百 你骗谁呢 谁信呢 不是 我 唐先生 没说完呢 回来 您说清楚了 你一定得说清楚了 我一直为你儿子 唐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您千万别生气啊 顾茉莉 绝对不能代表 我们画廊的服务态度 您不能因为她 就不买我们画廊的画了呀 再说了 您的新别墅 那么大的客厅 怎么能没有一幅 够档次的画匹配呢 你的那幅欲望我买了 准备合同吧 再说 现在我说第二件事 我宣布一下啊 根据安排 小白 从今天开始调到二组 二组的妒解会调过来 小白你年轻 脑子活粪 平时点子多 到了那边以后 我希望你再见再厉 等我一下 喂 妈 朱镜头 你赶紧回家 你不是我开会呢 你开什么会 挣什么钱啊 你挣多少钱 够你这外家老婆花的 回来 儿子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咱身杀富贵人家吗 我跟你爸 结疑琐时地 给你们买了这个房子 你们俩倒好 跑去酒店开房 两个小时八百块 你们是真拿钱 不当钱哪 酒店的钱 我出的 谁的钱也不能糟蹋 你不资他钱吗 你今天要不去画廊那儿 我的单子就不会丢 你怨我是吧 我今天是想把你拽出去说的 不是你让我当着你的同事们说的吗 我跟你说 说到根上 就是你们俩到酒店去开房 以后咱就这样 每周五的时候 我带着可可出去 你们俩可劲儿在这屋里折腾 我反正还想抱孙子 生二胎吗 你们 还二胎 你吓死谁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够了吧 这是时间的事吗 偷偷摸摸的事我不干 家里有外人我不习惯 你说谁是外人 我是外人是吗 我六年呀 顾莫莉 我六年给你们洗衣服做饭 带孩子给你们当老妈子 现在我成外人了是不是 那您没把我当外人吗 您看见这些酒店发票 您就怀疑我出轨 您天天说 你们节衣缩食 买了这个小房子 那当时我爸妈也说了呀 他们愿意一起出钱 换一个大的房子 你们就是不同意呀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房本上 不想写我的名字 现在呢 一家四口 住在一个火柴盒里 正常的夫妻生活 都保证不了 这是什么生活质量啊 我还跟你说啊 你别老抓着这个 房本上没有你的名字 说事 房本上有没有你的名字 跟你们到酒店开房 没有任何关系 你就是作 你原来你就作 要不叫你作 我们家靳曹 能丢了保颜明额 能没有上海互通 不是我作的 咱说我作的 不是你作的吗 别吵了 别吵了 妈 咱们不是说好了 不犯旧账了吗 咱们就事论事啊 无论如何 你今天也不应该 去茉莉的画廊闹啊 我没闹 我是去找她 你去就去了 还带这么一大落 开房的单据过去 你想怎么样啊 你让她以后的同事 怎么看她 怎么想我这个 做老公的 我的脸今天真是 她还什么都没做呢 就算她真做了什么 你也得等她回来以后 当面给你解释清楚 是不是 不是老话说得好吗 家丑不可外扬吗 怎么又是家丑了 真是打个比方 老婆 我知道我妈 今天这么一去 再加上你现在又不在 你们那个陈总 一定会对你发脾气 一定会对你很有意见 你现在应该赶紧回去 跟陈总解释清楚 证据把那个单子 被抢过来 又不是我要回来的 你把那衣服往上拉一拉 我就不 静总 你 你看看你这媳妇 你这媳妇 你消极 消极 所以我是来自找な 去 去 去 老话说得多对啊 娶了媳妇 忘了娘 说的就是你 我那可想人媳妇 是 妈 你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茉莉是你的女儿 从小是家里的小公主 这结了婚以后 生活质量一落千丈 大房子换小房子 还给我生儿育女 一家三代人 岂在这么一室一厅 每天还得睡着上下谱 我们偶尔出去 开个终点房 不是人质常情吗 杜静草啊 咱家就是这个条件 当初谁求着她 非要嫁给你啊 而且我 我跟你说吧 有她这么当儿媳妇的吗 一点都不知道感恩啊 她每天早出晚归的 家务活用她搭把手了吗 没有 你说我说她一句吧 她能怼我十句 妈 茉莉经常跟我说 其实她内心 很感谢你来帮她 我给杜静草啊 你还向着她 你怎么那么听她呢 她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她让你开房你也去 两个小时八百 我跟你说这事让你妈知道 打折打折你腿 就是跟赖狗扶不上枪 扶狗的都快累死了 好了好了 妈 不生气了 我哪有跟我不生气啊 这到几点了 菜还没卖呢 我告诉你啊 茉莉经常 你一会儿给茉莉打电话 让她自己去接孩子 我不给你们当老妈子了 如何描绘春天的小日子 落比利落 生活的小麻烦 快速出手就赢了大半 用色多彩 不同人生角色 都有蜕变快乐 自成一派 潮流预测 不如装扮个人特色 天猫三月上星期 换星春天的小日子 要不是我随机应变 力挽狂澜 给唐先生推荐了我的话 这个大客户可就流失了 抢单都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你真不愧是金牌销售啊 还用得着我抢吗 谢谢 不是 你把画廊闹得跟个菜市场一样 把家里吵架放到画廊来 那咱们的客户就全都刨光了 陈总 虽然我们画廊没有明令禁止撬单 但是不挖别人墙角 做这种阴损之事 是我们经纪人之间 不成文的默契 米娜她坏了规矩 您看怎么办吧 莫莉 你家事没有处理好 把画廊闹得跟菜市场似的 这是你的问题 米娜也是要留住客户 现在画廊多难做呀 每年好几百万的房租 你们能不能不内耗了 那以后还要不要讲规矩 我告诉你 我不管白猫黑猫 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我要的是业绩 然后再讲规矩 经营直播 是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 需要支持 在座的队伍主席 谁愿意报名去金山啊 金山这么远 谁要去啊 对啊 这丛林道义最难告了 做好了应当应分 这做不好啊 铁定北锅呀 开疆辟土呢 是辛苦的 但是江山打下来 论功勤赏可少不了啊 都不主动 那我可点价了啊 金草 你去金山怎么样 江总 今天情况特殊 我得请假去接个孩子 去吧去吧 今天上课什么算了吧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 怎么是爸爸来接我呀 今天啊 今天是妇女日啊 妇女日 什么是妇女日啊 妇女日就是 爸爸跟柯柯两个人 一起过的日子 奶奶和妈妈特批的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想干什么干什么 想吃什么吃什么 太棒了 战马直播PPT 零点钱必须给我 没事 走 吃好吃的去 天啊 我 我 你回来了 今天的事对不起啊 你别往心里去 没关系的 我还要开个BBT 你先睡 我给你冲入咖啡 你看看热不热 我爱 你可以早点睡 别太乱了 真的 我爱 靖草是爱我的 我也爱他 爱是抵抗生活里 鸡零狗碎的铠甲 夫妻多年的默契 吵完闹完 还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必须养精蓄锐 去面对明天新一轮的忙碌 和疲惫 李女士 薛峰您知道吗 对对对 就是她 我刚签了她 如果您对她的作品感兴趣 我们约个时间 我给您好好介绍一下 莫莉姐 姐夫来了 别跟我客气啊 管购 谢谢姐夫 你的 你的 谢谢姐夫 袋子里边随便拿呀 都是你们的 别客气啊 好 姐夫 这甜的给他们小姑娘 你怎么来了 我正好在附近办点事 顺便过来看你 姐夫这么帅又宠老婆 莫莉姐不要太有父亲 一般一般 姐夫还有没有兄弟 同事也行 姐夫的朋友肯定靠谱 给我介绍介绍 就是这样 姐夫 有没有女生 女生不要讲了 没有啊 你们对于男生啊 形象条件有什么要求 告诉莫莉姐 我帮你们精准投放 谢谢姐夫 我这手机里有不少照片 要不要先看一看 走啦 行不行啊 手有不少呢 姐夫再见 拜拜 姐夫常来 常来 谢谢老公 老公 我画廊的事情 还要你来帮我办呗 怎么叫你的事呢 我妈挖的坑 就应该我来填 不能让我老婆受委屈 再说了 下午茶也没多少钱 当吃了喝了 以后就不能在背后 议论你了 你家在我和你妈之间 是不是很为难啊 你难我也难 我妈也不容易 我最近在讲啊 可可都这么大了 不需要我妈整天陪着了 要不 咱们三个自己给我试试 真的 太好了 我早就这么想了 那就这么定了 嗯 这事儿我跟你妈说吧 这事儿我跟你妈说吧 你要一开口跟你妈说 你妈肯定挺伤心的 觉得儿子和媳妇 一起背叛她 还是我说吧 毕竟是亲儿子 就算她嘴上骂我万恩负义 心里也不会跟我讥较的 那行 那我到时候买点礼物 你爸的 你妈的 你大姨的 你三姨的 到时候买回去 让你妈一块儿带回去 这大包小包的 提着多不方便啊 我想啊 还不如给咱妈 包个大红包来的试会 你不懂 钱要给 礼物也要买 而且还得多买 你想想 你妈大包小包的提回去 人亲戚朋友问起来 多有面子呀 这这样就会让她觉得 她在儿子这边受重视 行 我老婆会越来越懂事了 我可不是没有良心的啊 你妈帮咱们带娃呢 真的让我们省了很多事 咱们俩不用被娃拴住 时间也相对自由 能安心工作 这一点我还是很感谢她的 可是代价就是 磕碰不断 你妈有怨气 我也委屈 所以酒店这事就是个奇迹 当断则断 免得后患无穷 老婆 网吧 可别玩了 你看 你得听奶奶话呢 你得吃饭 行 吃完了再玩 听话 吃吧 爸爸早 可可早 好 妈 想跟你商量个事啊 那个 我想着可可现在也大了 慢慢地适应幼儿园的生活了 所以我跟茉莉 就想试试看 能不能自己带带孩子 什么意思 不是 我 我就是说 咱们家也小嘛 一家四口挤在一起也挺不方便的 现在交通也便利了 是吧 老家到这里也不过几个小时 可可要想爷爷奶奶了 我就带她回去看你们 好了 我明白了 儿子 明白了 妈给你们洗衣服做饭 当老妈子这些年 可可大了 我没用了 是吧 想扫地出门了吧 不是 可可 我们去那边吃 坐 来 就吃啊 妈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这些年 你为我们洗衣服 做饭 带孩子 真的是辛苦了 您照顾完我爸 又照顾我 现在又照顾可可 我想这也是时候 让您休息休息 享享清福了 莫莉 你出来吧 莫莉 这是你的意思 是不是 是我们俩一块商量的 对 主要是我的想法 不是 你真以为 洗衣服做饭 带孩子那么容易啊 不容易 当然不容易 这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跟靳草 是可可的爸爸妈妈 我们总得学会 自己带娃不是 如果我们俩忙不过来 我们就请一个终点工 终点工 你知道现在终点工 多少钱一个小时吗 八十 就你们俩正在撒瓜俩枣 还不够你一个人花的呢 办法总会有的嘛 那我们俩也得学会 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啊 过好你们的小日子啊 儿子 儿子 给妈买票吧 妈明天回老家 对了 我这两天啊 还是有点不太舒服 今天你陪妈去趟医院 做个检查 今天是周末 可可不用上幼儿园 让茉莉带着就行 不是 妈 周末的时候 他们画廊正忙着呢 怎么带可可啊 要不我带着可可 陪你去医院 医院是什么好地方吗 孩子不能去 爷 妈妈 我今天可以跟你去画廊了 你吃饱了没 来来来 快 快点吃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唐先生 同一点欲望 借给我们继续展出 您放心 等这次巡回展结束 我一定给您包装好 亲自送过去 妈妈 就在这儿画 在这儿啊 也行 妈妈把画架组织在这儿啊 就坐在这儿 乖乖地画画 可可 妈妈今天特别忙 你就在这儿好好画画 别乱跑啊 妈妈就在这儿 你要找妈妈的时候 随时叫妈妈 好吗 妈妈去忙吧 可可乖乖啊 这儿画的 你死的小鸡包 记得多喝水啊 妈妈走了 妈妈再见 再见 这画还挺好看的 这是一幅临摹画 当然了 好的临摹画 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作者维米尔的夫人 完全不懂艺术 但是直到有一天 有一个叫格丽叶的女仆 走进了维米尔的生活中间 日复一日 两人之间产生了情愫 发生了灵魂上的混撞 但这一切 被维米尔的夫人发现了之后 要求把格丽叶从家里赶出去 临别前 维米尔希望 格丽叶能够成为 她画作当中的主角 所以 才有了这幅 《戴珍珠》而还上 妈 妈 该去医院了 午饭还没准备呢 这才起点啊 准备午饭 专家号都给你挂好了 催什么呀 顾莫莉 你干什么呢 谁让你碰这幅画的 你说坏 谁让你碰这幅画的 干什么呀你 你干什么孩子吼什么呀 来 你看看 你看看你女儿干的好事 可可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是觉得 竹花挺漂亮的 就看看 然后不知道谁撞了我一下 就成这样了 鞭 来 你接着给我鞭认计 还 真行 我就没见过这么小孩子 心气这么重的 你不就是妒忌唐先生 买了我的画吗 你也不用支持这么小的孩子 毁了画呀 有你这么教孩子的吗 你别胡说八道 我女儿做错事了 我替他向你当欠 他亏的话 我来赔 你赔 这是钱的事吗 这影响到我在客户和画家 两边的声誉 还有我的业绩 不是 顾莫丽 有你这样的吗 你把孩子带到画廊来 带来了你又不管他 现在出了这种事 你说风凉话是吧 行了 你别说了 我赔嘛 这幅画六晚是吧 我赔你八晚 够了吧 你把卡号给我 我现在就打给你 我明天再转给你 这幅画我买了 什么意思 这幅画我买了 这个先生 您不了解情况 这是一幅被损坏的话了 我知道 现场各位情侯好友 婚礼为师 现在开始 游戏 新郎 新娘 入场 彭彭 干吗 回事你 彦和 小子 您进去 我替茉莉打的 这样一套 一边跟茉莉好 这一边抱上人家附嫁人 是不是连出国留学的钱 都挣到了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这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顾茉莉现在是我女朋友 你今天不跟她道歉 你这个婚礼别想干 得看吗 茉莉 对不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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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对画的审美不一样 况且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 有时候缺憾 也是一种很独特的美 就像加上去的这几笔 也成为了 这幅欲望的一部分 我觉得挺好的 对不起 这位先生 我有职业操守 损坏的话我们不卖给客户 我马上联系康云 看他能不能修补画作 也会把情况如实地告诉唐先生 争取他的谅解 看他能不能接受 小鱼 小心 你们帮我收拾一下 好 跟妈妈走 让你花八万块钱买一件破衣服 你愿意啊 是不是 先生 我刚刚听到 您对话理解挺独特的 我方便 有您个微信吗 不方便 你跟妈妈说实话 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 是真的 毛鲤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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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方便跟你加微信吗 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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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嗯 这个叔叔是谁呀 你好 走 妈 你怎么想起来做这些 小时候啊 有一次你过生日 想吃这些杂货 那时候油多贵呀 妈就没舍得给你做 我也给你做了碗长寿面 把你气得一天都没理我 你还记得吧 后来呢 妈就想着找个机会 能 能给你做一次 这时候妈其实 特别觉得对不住你 那你看一错二错的 一直就没给你做成 这不今天找个机会 补上了吗 您还记着呢 谢谢您了 快点吃吧 咱们还得去医院呢 我不去医院 我没病 妈就是心里不舒服了 你是故意让莫莉 带着可可的 对 我就是故意让她带一下孩子 我得让她知道 带孩子有多么的不容易 还有你 你跟她一起算计我 让我回老家 是吧 这个房子是我跟你爸买的 我来给你们带了六年的孩子 我现在是什么隔夜菜 垃圾 是吧 你们可以把我扔了 你们是不是要过河拆桥 谢莫杀驴啊 不是妈 我们想着您年纪大了 也该歇歇了 也怕您累啥 再说了 那我和莫莉迟早也要过自己的日子的 你们过日子啊 过日子是那么好过的吗 你娶的这个媳妇 她就不是个过日子的女人 我跟你说 她要不改一身 她这个娇生惯养的公主病 吃亏的是你啊 儿子 你就说她吧 她叫过我婆婆 可可奶奶 她叫过我一生妈妈 这我都无所谓 她爱叫什么叫什么 妈是为你着想啊 她心里什么结 您还不清楚吗 当初您和爸要买房子的时候 我坚决不用莫莉家的钱 为什么 不就是想房本上 直写我一个人的名字吗 这不摆明着就是防着她吗 不是防她 儿子 你错了 你是个爷们 你知道吗 你爸你妈给你买房子 直写你的名字 是让你要在她面前站得直直的 妈今天不说破嘴话 咱们将心比心啊 妈是希望你们俩能恩爱一生 白头到老 万一呢 万一要真要有什么闪失 房本上写了她的名字 那咱不就鸡飞蛋打了吗 儿子 你真是越说越离谱了 我们画廊都负责人 查过监控了 确实有人撞了您的女儿 但看不清人脸 您女儿在上面画了 这是事实 所以还要赔偿 我还要赔偿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是外面的 有时候缺憾 也是一种很独特的内容 你别难过了 你已经够努力了 那个画家不是也答应了 可以帮忙修复吗 那个客户不是也答应了 看看以后再做决定吗 实在不行 这钱我来帮你赔 金子豪 我没用 我投降 我们还是离不开你妈妈 要不还是让你妈别走了 啊 怪我 我是七天二平 从两个人住到四个人 七年了 地方小 矛盾就多了 要不我们换个大房子吧 换 小时候我总是不太理解 为什么大人老是因为房子而吵架 现在我懂了 为了我的婚姻 为了我未来美好的生活 我必须要拥有自己的房子 现在 我要打响换房的第一枪 来 早 别给可可穿这件 颜色不搭 我觉得挺搭的 靳曹啊 靳曹 今天晚上下班 你们俩早点回来啊 怎么了 妈 今天呀 我带着可可出去溜弯 七点半回来 说好的俩小时 你俩抓紧点时间 妈 这事你能不能不管 我怎么能不管 凡是 凡是花钱的事我都得管 好 你们俩 俩小时八百 你俩要再敢去开房 你信不信我到你开房的 那酒店我让你下不来台我 可可 吃完了没有啊 吃完了 那咱们上幼儿园喽 走啦 你给我喝水啊 好 妈妈再见 妈妈再见 拜拜 拜拜 走吧 那个 开个门 走 抓紧时间 老公 你看这个 老公 你看这个 双地铁 重点小学 分校区再见 而且新盘限价 只要五万三 行啊 你觉得好就行 咱们可得把话说清楚啊 这次卖房 你去搞定你爸妈 我去找我爸妈借钱 这次我们俩换大房子 你是男主人 我是女主人 我们俩的爸妈都是客人 懂吗 空间可以共享 但是话语权不能让 太太哪怕一分钱不出 你太太也是女主人 给你多有钱似的 怎么了 我等一下 不是 你还真担心你妈跟踪啊 应该不会 来一趟还得打车 他估计舍不得 等我们将来买了大房子 我们就再也不用来酒店开房了 是 我今天就把那小房子给挂出去 海浦诺凯 让您观看 小日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车 能够一直在守 甜美的时刻 可以始终不走 幸福的尽头 总有人献上出手 总是想要 先到上游 在座挽留 苛责的背后 是另一种温柔 只是不符合 想象中的拥有 不许靠放手 来证明自己拥有 足够的自由 满足成长的虚强 不惜用担忧 只表达内心的诉求 勇敢的温柔 抚平洒眼的伤口 不许用伺候 来作为深爱的借口 正式的感受 愿于彼此的温柔 不许用泪流 来结束此刻的愧疚 告别的挽留 告别的挽留 早已挂门窗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